108新课纲上路让很多的学生家长非常的担忧 因此是议员宋明宗特别邀请的中和高中校长柯亚林 办理了108高中职的新课纲面面观讲座 带领家长快速掌握108课纲摘要 新学年正式开始也是108年新课纲上路的日子 究竟新课纲对于国高中的教育内容和学生们有什么影响 令许多学生家长担忧 议员宋明宗特别邀请有高中职新课纲教母支撑的中和高中校长柯亚林 办理108高中职新课纲面面观讲座 带领家长快速掌握了解108课纲摘要 柯亚林一科校长来针对新生跟家长来作为新课纲的一个讲座 让学生能够了解整个新课纲 未来怎么去选择学校怎么去从事课程的一个 升学的一个课程的需求 泰山高中这边来办理这个高中新课纲的一个讲座 让所有的家长跟学子们都可以在第一年的时候 不会因为这个新课纲的改变而有所紧张 不管你的孩子是读高中或者是读高职 事实上在未来的三年学习都一定必须要接触 也必须要准备学习历程档案 中和高中校长柯亚林指出108课纲三个关键字 一核心素养二校定必修三学习历程档案 新课纲以核心素养为基础 目的是让学生能在生活中培养更多思考思辨的能力 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能够清楚知道自己的志向发展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课程学习成果 还有多元表现的部分 那其实各位家长不用太担心 我想是今年的暑假或者是开学之后的家长日 不管是哪一所的高中或者哪一所的高职 都一定会针对高一的新生家长做非常详细 而且明白的说明 柯亚林表示不了解的家长不用太担心 各高中职学校都会针对一年级新生家长 做非常详细的说明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泰山采访报道